2020年的深秋 一颗重状巢弹投向资本市场 蚂蚁金服有望于年底上市 多少人握紧自己的血汗钱越育越市 你或许很懂淘宝 但是对于这家互联网独角兽 你真的了解吗 知道为什么说蚂蚁是空手套白狼起家的吗 蚂蚁金服最核心的身份不是电商支付平台 而是一个贷款平台 其本质是一家银行 2020上半年蚂蚁集团营收有三大块 其中数字金融科技平台 营收为459.72亿元 合计占总营收的63.4% 所谓的数字金融科技平台 主要就是借备花费服务 如果把蚂蚁当作一家银行来看 借贷利率收入本身 就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举个例子 2017年第三季度 公行营收为1695亿元 其中净利润收入为1332亿元 占比高达78.58% 所以蚂蚁的进攻对手就是传统银行 阻力可想而知 但是蚂蚁有一项法宝 并继续创造了一项商业奇迹 就是用30亿元本机 撬动3000亿的借贷 工商银行的注册资本超过3500亿 还有无数的客人储蓄 而早期手握30亿元的蚂蚁 注册资本和一家全州银行相当 但是在2017年6月 蚂蚁实现了借备贷款余额 1659.85亿元 花费贷款余额992.09亿元 这两项蚂蚁的核心业务贷款余额 高达2651.94亿元 所以就有了蚂蚁用30亿元 撬动3000亿的说法 好称100倍杠杆 这是比索罗斯还要操的操作 到了今天 2020年上半年 蚂蚁的贷款余额高达21540亿 那一看是几天成长了 但是做的贷款本机 在经过2018年之后 大部分是银行的钱了 不存在高杠杆的说法 今天说就不说新 新的已经没有意思了 和传统银行业务没有两样 只是通过蚂蚁的平台帮助银行 开展借贷业务 就才是蚂蚁的第一桶金和巅峰操作 蚂蚁戒备的日利率 和花贝分期的手续费 大家都有目共睹 都算是比较高的接待 但是好处就是不需要抵押 依靠的是个人信用 以2017年2651.94亿元的贷款余额 就能算出蚂蚁一天的利息收入 按照早期较高的日利率计算 活脱脱一天赚一个小目标 而融资的成本是多少呢 首先蚂蚁绝对不会 自己拿出这2651.94亿元 不然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当然也不是直接找银行接的 不然这边收利息 那边还利息 只能赚个手续费 不足以让蚂蚁赚到第一座金山 那蚂蚁放给万千年轻人 和创业者的两千亿 是哪里来的呢 首先第一笔30亿寄出来后 蚂蚁就有了30亿的债权 在当今的金融体系里面 债权是可以继续抵押融资的 有两条路可以用这30亿的债权 第一条路是银行 但是银行并不会给你群款 30亿债权一般只会给你21亿融资 你拿着这21亿新的债权 又去银行融资 你会拿到15亿左右 15亿债权再去银行融资 很快就会淡尽两绝 贷款规模只有100亿元左右 但是蚂蚁选择了第二条路 就是搞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指 以基础资产未来所产生的现金融 为产户支持 通过结构化设计进行信用增辑 在此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 通俗的来说 资产证券化和收购银行抵押融资不同 资产证券化就是对手里的贷款 或者应收状况进行重组形成资产值 让这笔债权的生意 以及未来收益稳定化 一段稳定化并且配成担保 债权属于比肩货币的流动努力 所以对着全有的贷款 那么30亿债权资产化 融资换来3000亿 理论上只要信用足够 请投资者对你的未来足够认可 就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实现资产放大 蚂蚁就是这样撬动了百倍的杠杆 当然这样的做法 不会只有马云的团队想得到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但是想要做到蚂蚁这样的规模 你得要有足够的信用办法 马老师首顾的招牌 和阿里基同美人的营收 让投资者足够信任蚂蚁 资本都是逐一的 但也是有风质的 下一期节目告诉你 蚂蚁是如何实现债权正常化 完成逆天改命的 上一期我们聊到了 蚂蚁用30亿 撬动了3000亿的借贷市场 一天赚一个小目标 为自己赚到了第一座金山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发一期 就能看到相关视频 这一期我们重点解释下 蚂蚁是怎么操作的 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模拟 至于蚂蚁当年是拿着30亿还是50亿 融资了几轮 外界不得而知 想必也是相当复杂 今天就用模型来为大家通俗的表达出 什么是资产证券化 假设你现在借给一个人30亿开了借条 并且这个人会支付你利息 那么你就拥有了30亿元的债权 资产证券化的债权是30亿 首先把这30亿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借贷利率较低的主体部分 可以达到21亿元的规模 也就是你用21亿元做抵押 向投资者借钱并且支付利息 第二部分利率设置的稍高点 规模在7.5亿元左右 第三部分就只剩下1.5亿 并且利率要远超过第二部分的两倍 为什么资金越来越少 需要支付的利率越来越高呢 接下来就是资产信用增加的过程了 让你的资产能够带出更多的资金 刚才化好的第一部分先抵押 既然利润不高 那就投资者就是求稳了 所以担保物得靠谱 这个担保物不是别的资产 就是这30亿债权中的第二部分 所以第二部分就是用来给第一部分做担保的 如果第一部分没有收回来出现了亏损 那么第二部分的利润 用来弥补第一部分的亏损 同理第二部分的抵押 担保物是高利率的第三部分 所以为了实现未来收益的等值 第二部分的利率要提高 第三部分最高 所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就很好卖了 也遵循了回报越高 风险越高的投资规则 如果第三部分没有卖出去 这时候蚂蚁也已经获得了28.5亿元的融资 远高于银行直接抵押 这时候蚂蚁的放款利率只要够高 就能用来偿还第一部分的融资的利息 还有结余来偿还第二第三部分的融资 看起来就是把自己的手和脚砍断 然后用手来给脚做担保 前提是你的手和脚 在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实现稳定的收益 收益才是投资者眼里看到的担保 只要蚂蚁乃至说阿里这块招牌不倒 这个债权证券化就能进行下去 如果是传统的证券化还不行 一年倒腾不了几次 蚂蚁不愧是科技金融企业 换网上一卖 当天就能完成 30亿的利息和2651.94亿的利息对比下 就知道什么是空手套白狼了 不过这个模式很眼熟 有没有 想想2008年的次贷危机 就是房产抵押债权 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抵押融资 美国资本家玩的是不易乐乎 直到有一天 美国人还不起房贷 房子被银行收走拍卖 市面上一下子有大量的二手房 最终房价下跌 拍卖款也还不上银行剩余的房贷 这一轮轮的债权抵押也就崩盘 引发了美国自贷危机 但是美元是世界通用的 所以全球都在为美国资本家擦屁股 仍是基于这个风险 蚂蚁的好日子到头了 资产证券化被限制 本金和贷款有最低限制 也就是限制了杠杆 蚂蚁只能找金融机构银行 和小额贷企业成为一个金融科技服务平台 赚点手续费 所以现在借备花呗的放款方 大部分是银行 本质上和用传统银行消费带一样 所以阿里蚂蚁成功的背后 你还认为只是万仙剁手党的买买买吗 其背后的资本套路